介紹OV2D的安裝 首先我們要先讓OV2D先放進光碟機讓它使用光碟開啟 然後就會出現現在畫面上看到這個畫面 出現這個BOOT這裡我們再按Enter進下一步就好了 接下來我們等它程式跑一下 然後就會進入安裝畫面 在這裡會要等稍待一下 好那程式現在要進入 它現在要進入安裝程式 再等一下 我們讓它跑 這裡要看你的電腦的配備 它會要等它跑一下 所以可能要等個幾分鐘 一兩分鐘 讓它前面的米字號勾起來 我按下Enter確定 接下來呢按下確定 要安裝到哪個硬碟呢 我們就選我們的硬碟 按下空白鍵 把新字號選起來 按下確定 然後再來叫你分割硬碟 我們用簡易分割就好了 好所以它這裡跟你講 你要切兩個分割區 一個是主分割 一個是自換空間 好那這裡呢 我就來做一下 先按 左右鍵 右 新增一個分割區 主要的 因為我這裡是 我設定是 我用虛擬機器嘛 所以我設定兩區給它 所以我這裡呢 比如說給它 1700Mb好了 這是主分割區 好開始的 那我按下 選到下面這個 我這個呢 我一樣要新增 按右 選新增 然後主要的 剩下的就全部都給它 用來做自換空間的 那這裡呢 記得我們把形態改一下 改成 就按下 你直接按Enter鍵 讓它直接 它預設幫你改成82 好 你這兩個設定之後呢 然後記得上面這一個 第一個分割區 要設成10顆開機 好 10顆開機 然後這樣子呢 我們就把它寫入 按右鍵喔 按鍵盤的右鍵 來寫入 好 按下Yes 輸入Yes 好 現在輸入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離開了 好 接下來呢 他問你要不要啟動 按下4 我們剛剛有割兩個槽嘛 一個小的那個 就是自換空間嘛 按下空白鍵 旋律起來 按下確定 好 按下4 好 接下來就讓它 開始安裝我們的程式 好 選擇主要的分割區 4 好 預設的格式 4 按預設就好 好 按下Yes 是 好 接下來他就開始把我們的程式 把檔案安裝到那個 硬碟裡面去 好 再來我們就等一下 好 接下來他開始拷貝了 按下確定 好 接下來我們就要等他拷貝 那這裡我就 錄影先暫停一下 等一下在開始的時候 就是他拷貝完的時候 好